庄佳佳凭着世界跆拳道联盟奥运排名 在女子67公斤级直接举的奥运参赛权 日前的雅锦赛她也拿下第一名 近况相当不错 庄佳佳是今年国家跆拳道队培训的重点夺金选手 面对8月的礼乐奥运大赛 她说接下来这几个月的训练主要是改善自己的缺点 最弱的防守部分 教练团也安排训练菜单帮她补墙 今年教练团让选手们在手背上佩戴上心律表 让他们在练习时可以透过心律跳动次数 了解当天的体能状况 调整训练强度 庄佳佳认为这对选手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在跆拳道比赛中 胜负往往就在瞬间 如何拿出气势压制对方 这也是庄佳佳极需要加强的地方 庄佳佳说 之前有一个教练是跟我讲过说 因为我就是个性太温了嘛 所以她希望我在场上就算用演的 也要把那个气势把它演出来这样 再平常的训练就要不断的去练这个气势的部分 你的士气一出来对手就会害怕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点要再加强 生平第一次参加奥运就要承担夺金的重任 庄佳佳确实感受到压力 但她认为临场表现胜过技术或体能 她能做的就是不管别人的眼光 享受比赛 发挥出自己的水准 中央我们电台记者将昭伦 国训中心采访报道